美国华人学生在网上散布反游言论 然后被FBI破门抓捕的这个事 这以前在网上持续的发酵 那很多人就想知道这哥们到底说了啥 不但想知道他说了啥 而且知道这哥们是不是被区别对待了 犹太人在美国是不是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 对吧 咱们这一期就来说一说这个案件的始末 大家都知道 现在由于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打仗 中东都已经打成一锅粥了 那么在各地都举行了反对以色列的这种游行 当然了也有反对哈马斯的这种游行 但是很多人就在网上特别的义愤填膺 把这个对以色列的仇恨 慢慢的转移到了整个犹太群体的身上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嘛 对吧 年轻人是很脑袋发热的 经常就在网上说一些活儿八道的言论 在康奈尔大学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人 刚开始有几个帖子 这些帖子说的还非常的仔细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种 在网站上看了一个视频 在下面留言骂街 并不是这种视频 他是呼吁杀死犹太人 他不但是这么说 而且他着重提到了 我要在104号西大楼开枪 恰好他说的开枪的这个位置 旁边还真就是一个犹太的食堂 而且就紧邻着该学校的这个犹太中心 这哥们不是说在视频下面胡说八道 或者是在网站上胡说八道 他是直接跑到了康奈尔大学官网上的 在线信息专区 就是学生能在那发帖子这种专区 专门发了一个帖子 在说这个事 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在网留言区胡说八道了 而且这哥们还不止发了一个帖子 他还发了一堆帖子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他要刺伤并且割断任何一个 他在康奈尔大学校园里看到的犹太男性的喉咙 并且把他看到的犹太女性给那啥了 然后那啥以后再把他们推下悬崖 而且他还威胁要斩首掉这些犹太人的婴儿 而且他并表示呢 自己会带一把突击步枪去校园 把这些他见到的犹太人都给突突了 这几个帖子发表以后啊 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因为美国现在正值反恐高峰 因为美国的评估是 美国本土可能受到恐袭的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 这哥们他就发了这么一帖子 FBI就直接接受调查 发现在罗斯切特周边的一个公寓里啊 发帖人就住在这儿 然后破门就把这哥们抓了 最后才发现这个发帖子的人 原来就是他们学校大三的这名华人学生 叫做戴家宇 然后这个哥们呢就接受了FBI的一些审讯 最终最终呢 这个哥们对自己的这些发帖的事实 供认不讳 他被控以利用周际通讯发布威胁要杀死 或伤害他人的信息罪 这个罪名要成立啊 最高会判五年的刑期 以及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 听到这儿啊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 大家觉得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因言获罪会被抓 或者是说他到底该不该抓 对吧 这个东西我不下具体的判断 大家仔细想吧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他被抓的一个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他发布了一个反犹太的言论 而是他在校园里说了枪击的言论 你要知道啊 在美国这么多年 由于枪击事件高发啊 他对枪击防范那是非常严的 你更不要说你在网上公共平台上还在那种学生内部交流 学校内部交流的信息平台上去发布这样的东西 而且他还提到了作案细节还提到了作案地点 还说他要拿一把突击步枪去突突这些人 而且他还说了那么极端的言论 而且他还反犹 所以说三个buff全被他踩了 第一校园枪击的buff被他踩了 第二恐怖主义的buff反人类的buff被他踩了 第三反犹的这个buff被他踩了 你说不抓他抓谁 所以说你说这回IWBI有没有冤枉人呢 我也不多说了啊 而且戴家宇的父母说 他其实是有抑郁症 他才说这样的话 他不是他自己想说的 我们认为他并不反犹 对不对 他的父母看来也是懂法律的啊 很多人跑过来问我说 哎张司令 我就看到很多白人在网上这么骂 肯定没事啊 那你说的那个是自媒体的留言区 或者是评论区 那个骂得很难听 那个说我要弄死你弄死你 那个没事 但是你要在网上公开发帖 又在学校内网上发这种 这么细致的帖子 然后说出这么反人类的言论 那这个我感觉 在美国是一定会被找麻烦的 大家记不记得 我之前还给大家讲过一个佛罗里达的人 就是因为他扬言要报复学校 一个白人啊 自己还背了把枪 就被佛罗警察当场给拿下 人家不管你是不是要去干这个事 也不管你持枪是不是合法 反正你说了这个东西 我就得把你按了 所以说我还是跟大家说啊 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绝对的所谓言论自由 很多朋友就来攻击我 就说那这个东西 再言论自由你也不能容忍恐怖言论啊 对吧 这个我也支持 确实不能容忍恐怖言论 所以说我才跟大家说 没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不要觉得在国外 你说啥都没有事 而且再加上 人家都不是傻子 对不对 很多的这个华人是什么倾向 包括这些华人自媒体啊 包括这些国内的人来的留学生啊 你们是什么倾向 人家都门清了呢 重点就是关照你们这些人群 你说人家顺着网线找到他之前 知道他一定是个华人 一定是个亚裔吗 不知道 抓了以后才知道他这个华人是个亚裔 所以说你看啊 美国警察也是会顺着网线找人呢 而且这样的事也并不少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著名的视频呢 就是董王的时代 一个德州的女的在网上骂了董王啊 然后呢 特勤组的上门要求这个女的删帖子 然后这个女的不删 然后双方还吵了一架 最后这个女的没办法啊 最终把这个帖子删掉了 好像是这么一个事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 在网上发言还是得小心 尤其是华人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 有些年轻人啊 爱口海 口海多了容易出事 你不要以为FBI不敢找你啊 FBI想找你很容易的 你们在哪儿 在那个什么啊 匿名发帖子 是不是你有多高的电脑技术 顺着网线就把你给抓住了 你知道吧 在美国校园枪击反恐 反游 这都是头等的大事 你知道吧 盯上你了 你三个buff都踩齐了 这不抓你抓谁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到底他是不是该不该抓 他说这些话 是不是在别的国家都没事 只有在美国有事 这个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明镜啊 确实是说的太过分了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 华人群体包括中国人 肯定是被重点言论监控的对象 你们都不要心怀侥幸啊 行吧 那这期呢就做到这儿 以后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